朋友们好,很高兴访问HT News台湾频道,现在。 迪丽热巴化身英俊女骑士,谁注意她的手,直男,灰指甲吗? 最近迪丽热巴的热度没有减。 除了关注她的作品外,更多人关注的是她的颜值和衣着。 漂亮身材好的迪丽热巴,衣服真的获得了洋密真甜,时尚眼镜很有个性。 无论是变衣还是迪丽热巴的舞台造型,怎么看都引人注目。 看到迪丽热巴的这身打扮,聚集了美丽帅气的感觉,让人激动。 这是迪丽热巴在舞台上的一次造型,与她以前的着装不同,这次迪丽热巴变身帅哥女司机抢了镜子。 威廉莎士比亚、温德萨默、读者。 她穿着黑色背心、红色短裙,结合了现代时尚的元素,但这样穿的迪丽热巴确实是女司机的样子,巨鸟的靴子也很有个性。 看着迪丽热巴全身造型,穿得很帅,但同时展现了迪丽热巴的身材,凸显了她作为女性的魅力面貌。 威廉莎士比亚、哈姆雷特、美丽名言。 美丽名言迪丽热巴的衣着很漂亮,但男人似乎不能接受谁在乎她的手。 从迪丽热巴的穿着来看,帅气漂亮。 特别是踩在脚上的鞋子,虽然看起来很有个性,但是看到迪丽热巴的手,预计直男会问灰色指甲。 其实迪丽热巴涂了灰色指甲油,真的以为直男是灰色指甲。 大卫亚舍。 清纯端庄的迪丽热巴令人激动。 不管什么时候造型,穿什么风格的衣服,迪丽热巴给人的感觉都很漂亮,也有很多惊喜。 威廉莎士比亚、哈姆雷特、美丽名言。 威廉莎士比亚、哈姆雷特、美丽名言。 她穿白色衬衫搭配牛仔半裙,看到这一搭配后才发现迪丽热巴穿了衬裙。 这种搭配特别凸显了少女的气息。 大卫亚舍。 像迪丽热巴这样漂亮的女孩子,真的很适合穿红色。 所以穿红色连衣裙的时候,迪丽热巴好像出了新的高度。 大卫亚舍。 Northern Exposure。 美丽名言。 事实上,她穿的裙子设计特别简单。 虽然是休闲的腰部搭配,但是Redra Derling Vette的皮肤很白,很可爱,很可爱,多看看两只眼睛就很激动。 大卫亚舍美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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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